新梅在重庆得到洪剑订婚的消息,就寄航空快信道贺。 洪剑把这封信给孙小姐看,她看到最后半行,递在船上之炎炎矣,又急,就问她在船上讲的什么话,洪剑现在新订婚,朋友自然输了一层,把新梅批评的话一一告诉,她听得怒行于色,可是不发作, 只说,你们这些男人全不要脸,动不动就说女人看中你们,自己不照照镜子,真无耻,也许陆子肖逢人告诉我怎样看中她呢,我也算倒霉,新梅一定还有讲我的坏话,你说出来。 洪剑忙扯淡完事,他反对托赵新梅谋事,这可能是理由。 洪剑说这次回去不走原路了,干脆从桂林坐飞机到香港省吃许多苦。 托新梅设法飞机票,孙小姐急赞成。 新梅回信道,她母亲七月底自天津去香港,她要迎接她到重庆,那时候他们凑巧可以在香港小叙。 孙小姐看了信,周梅道,我不愿意看见她,她要开玩笑的,你不许她开玩笑。 洪剑笑道,第一次见面少不了要开玩笑的,以后就没有了,现在你还怕她什么,你生了一辈儿,她该叫你侍嫂了。 洪剑这次走,没有一个同事替她践行,既然校长不高兴她,大家也懒跟她联络,她不像能够飞黄腾达的人。 孙柔家嫁给她真是瞎了眼睛,又后悔了一天。 请她吃的饭,未必想扔在尼多河里的面包,过些日子会加了倍,扶回原主。 并且请吃饭好比拨种子,来的客人里有几个是吃了不还请的,例如最高上司和低级小职员,有几个一定还席的,例如地位和收入相等的同僚,这样种一顿饭可以收获几顿饭。 洪剑地位不高,又不属于任何系,平时无人结交她,她也只跟心梅要好,在同事里没撒拨饭种子。 不过,洪剑饭虽没到嘴,泄饭倒泄了好几次,人家问了她的行妻,就惋惜说,怎么,走得这么冲促,剑行都来不及,糟糕,偏偏这几天又碰到大口,忙得没有功夫。 孙小姐劝她吃几天走,大家匆匆融融续一续,好好遵命,那么就欠礼了,你们回去办起事,早点来个通知,别瞒人呐,两个人心轰快乐,把这儿的老朋友全忘了,那不行。 高校长给省政府请到省城去开会,大考的时候才回校,始终没正式谈起聘书的事。 洪剑动身前一天,到校长市秘书处去请发旅行证件,免得路上军警麻烦,顺便见校长辞行。 高松年还没到办公室呢,他下午再到秘书处领取证件,一问校长早已走了,一切机关的首长上办公室,本来像龙东的太阳或者一生里的好运气,来得很迟,去得很早,可是高松年一向勤勉,洪剑猜想他怕自己,躲避自己,气氛里又有点得意。 他训导了几个学生,因为当天考试完了,晚上有功夫到他房里来化别,他感激的喜欢,才明白贪官下任还要地方挽留现万民伞立得正碑的心理,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,自知免不了一死,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。 去后的毁育,正跟死后的哀荣一样关心而无法知道,身怕一走或一死,像羊蜡烛一灭,流下的只是臭味。 有人送别,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中,死也安心闭眼,这些学生来了又去,暂时的热闹更增加了他的估计。 辗转半夜睡不着,虽然厌恶这地方,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来的畅恋,人心就是这样琢磨不定的。 去年来的时候多少同伴,现在只两个人回去,幸而有柔家,否则自己失了夜,一个人走这条长路真没有那勇气。 想到此地,红剑心里,向冬夜缩成一团的身体,烧绝温暖,只恨他不再审判。 天没亮,教父和挑夫都来了,一是夏天,趁早凉好赶路,服侍红剑的校工穿见汉衫,睡眼朦胧送到大门外看他们上教,一手紧握着红剑的赏钱,准备轿子走了袋鼠。 范小姐静止的眼镜,因睡眠不足而欲加迷离,以为会碰见送行的男同事,脸上胡乱涂些胭脂,勾了孙小姐的手,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。 孙小姐也依依惜别,舍不下她。 范小姐喊她上教子,祝他们俩一度平安,说一定把人家寄给孙小姐的信转到上海,不过这地址怎么写吧? 要开方先生府上的地址了,说时咯咯的笑。 孙小姐也说,一定有信给她,红剑暗笑,女人真是天生的政治家,他们俩背后彼此诽谤,面子上这样多情,两个政敌在香槟酒会上碰杯的一套功夫,怕也不过如此。 假使不是亲耳朵听见他们的互相刻薄,自己也以为他们真是好朋友了。 教夫到镇上打完枣尖,抬轿正要上路,高松年的亲随赶来,满额是汗,把大信封一个交给红剑,说奉校长命送来的。 红剑以为是聘书,心跳得要冲出胸膛,盲拆信封,里面只是一张信简,一个红纸带。 信上说,这一月来校务纷繁,没机会与红剑戏谈,前天刚自省城回来,摆断代理,红剑又行色匆匆,未能鉴别,抱歉之志。 本校暂行原办哲学系,留他在此实属有趣,所以写信给某某两个有名学主机关,推荐他去做事。 一有消息,绝打电报到上海,李劝一张,是结婚的贺仪,上席赏纳。 红剑没看完,就记得要下轿子跳骂,忍耐到教夫走了十里路休息,把一个纸团交给孙小姐。 说,高松年的信,你看,谁稀罕他送你,到了衡阳,我挂号退还去,好得很。 我正要写信骂他,只恨没有阴头,他这封来信给我一个回信痛骂的好机会。 孙小姐道,我看他这封信也是一片好意,你何必空作冤家,骂了他与你有什么好处? 也许他真把你介绍给人了呢。 红剑怒道,你总是一片大道理,就不许人趁心傻干一下。 你欲有道理,我偏不讲道理。 孙小姐道,天气热得很,我已经口渴了,你别跟我吵架,到衡阳还有四天呢,到那时候,你还要写信骂高松年,我绝不阻止你。 红剑深知,到那时候,自己保不住给他感化的回信道谢,所以欲加信信然,不替他倒水,只把行军热水瓶塞给他。 一笔说,他这个礼,也送得岂有次礼,咱们还没挑定结婚的日子,他为什么信上说,我跟你家礼完成? 他有用意的,我告诉你,因为你我同路走,他想…… 孙小姐说,别说了,你这人最多信,多得全是邪信,说时把高松年的信扔团作求行,扔在田岸旁的水潭里。 他刚喝了热水,脸上的红,到上轿,还没退。 为了飞机票,他们在桂林一住十几天,快乐得不像人,在过日子,倒想我真斗不过他们,也没有心思跟他们斗,让他们去做孝顺媳妇吧。 我只奇怪,你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,怎么家里这种诡计暗算全不知道? 红剑道,这些事没结婚的男人不会知道,要结了婚,眼睛才张开。 我有时想,家里真跟三女大学一样,是个屎肥窝,假使我结了婚几年,然后到三女大学去,也许训练有素,感觉灵敏些,不至于给人家暗算了。 柔家忙说,这些话,说她干嘛?假如你早结了婚,我也不会嫁给你了,除非你起了我懊悔。 公剑心情不好,没情绪,来迎合柔家,只自言自语道,造谣学校全是造谣学校,家庭罢,学校罢,彼此彼此。 他们俩虽然把家里当作造谣学校,逃学可不容易。 顿梦那天再终来,交给儿子一张祖先继承单,表示这几天假期,儿子媳妇都该回去参加行礼。 柔家看见了就绝嘴,亏得他有办公做借口,中午时不能赶回来。 可是,有几天,继承当是星期日,他要想故意忘掉,顿梦会吩咐二奶奶或三奶奶打电话,到房东家来请。 尤其可厌的是,方家每来个亲戚,偶尔说起没看见过大奶奶,顿梦夫妇就立刻打电话,召柔家去。 不论是下午六点钟,他刚从办公室回家,或者星期六,他要出去玩,或者星期天,他要到姑母家或娘家去。 死祖宗加上活亲戚,弄得柔家疲语奔命,长远洪简说,你们方家真是世家,有那许多祖宗,为什么不连皇帝的生日、死日都算在里面? 你们方家真是大家,有了这许多亲戚有什么用? 他敷衍过几次以后,顾不得了,叫李妈去接电话,说他不在家。 不肯去了四五回,渐渐内窃不敢去,怕看他们的嘴脸。 洪简同情太太,而又不敢得罪父母,只好一个人回家。 不过家里人的神情仿佛怪他,不女起介事的压了柔家来,他交不出人,也推三拖四,不肯常回家。 假使忠心为忠,那句唐颂相传的定义没有错,李妈忠得不忠,因为他偏心。 洪简叫他做的事,他常要先请柔家核准。 譬如,洪简叫他买青菜,他就说,小姐爱吃菠菜的,我要先问问他。 柔家当人吩咐他照洪简的意思去办,洪简对他说,天气冷了,我的家衣服不会再穿了,今天太阳好,你替我拿出去晒一晒,回头给小姐收起来。 他坚持说,柔家的家衣服还没有收起来,他不必急,天气会回暖的,等柔家晒衣服时,一起晒。 柔家已经出门,他没法使李妈了解年轻女人穿衣服跟男人不同,只要外套换后的,家衣服可以穿入冬季。 李妈反说,姑爷,晒衣服是你儿们的事,你不用管。 小姐大清早就出去办事了,你为什么不出去? 这时候出去,晚上早点回来不好吗? 诸如此类,是他又好气又好笑,笑时称他为李老太太。 或者皇后陛下,气时恨不能请他走。 夫妇俩吵架给他听见了,脸便崩得跟两位主人一样紧,正眼不瞧红键,给他东西也只是一嗓,他事后对柔家击鼓道。 这不像话,你们一主一仆连接起来,会把我虐待死他。 柔家笑道,我劝过他好几次了,他要帮我,我有什么办法? 他说女人全吃丈夫的亏,他自己吃牢里的亏,吃生米粽子,不过我在你家里故障难鸣,现在也叫你尝尝味道。 柔家的父亲跟女婿客气的疏远,他兄弟发现姐夫武不能踢足球打网球,文不能修无线电开汽车,也觉得姐姐嫁错的人。 红键免尽半死之职,偶到孙家一去。 幸而柔家不常回娘家,只三天两天到姑母家去玩。 搬进新居一个多月以后,红键夫妇上陆家吃饭,两人吃完临走,陆太太生硬地笑道, 红键,我要讨你一言,劝你一句话,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家,仿佛本国话力量不够,他定外交条约式的,来个华阳两分。 你在巴雷他,我不答应。 红键,先听他有讨厌话相劝,早向剑珠碰见仇敌,毛根根竖直,到他说完倒不明白他的意思,正想发问,柔家忙说, 安太,他对我很好,谁说他欺负我,我也不是好欺的,陆太太道,红键,你听听柔家多好,他还回护你呢。 红键气冲冲道,你怎么知道我欺负他,我,柔家拉他道,快走快走,时间不早,电影要开场了,安太跟你说着玩的,红键出了门,说,我没有心思看电影,你一个人去吧。 柔家道,爷,我又没有得罪你,你总相信我不会告诉他什么话,红键炸了,我所以不愿意跟你到陆家去, 在自己家里吃的亏不够,还要挨上门去受人家教训,我欺负你,哼,我不给你什么姑母奶妈欺负死,就算长寿了,倒是我方家的人难说话的。 你们孙家的人从上到下,全像那只混账王八蛋的哈巴狗,我名气反正坏透了,今天索性欺负你一下,我走我的路,你去你的,看电影也好,回娘家也好。 把柔家勾住的手都推脱了,柔家本来不看电影无所谓,但丈夫严重粗鲁,甚至不顾生物学上的可能性,把狗作为甲壳类来逼自己家里的人,她也生气了。 在街上不好吵,便说,我一个人去看电影,有什么不好,不稀罕你赔,头一扭,撇下丈夫,独自过街到电车站去了。 红剑一人站着,怅然若失,望柔家的背影在隔街人丛里出没,异常鲜弱,不知哪儿来的怜惜和保护之心,也就赶过去。 柔家正走,肩上有人一拍,吓得直跳,回头瞧是红剑,惊喜交集,说,你怎么也来了? 红剑道,我怕你跟人跑了,所以来监视你。 柔家笑道,照你这样会吵,总有一天吵得我跑了,可是我绝不跟人跑,受了你的气不够吗? 还要找男人,我真傻死了。 红剑道,今天我不认错的,是你姑母冤枉我。 柔家道,好,算我家里的人冤屈了你,我向你赔罪,今天电影我请客。 红剑两手到外套背心和裤子的大小口袋里去掏钱。 柔家笑道,点车快来了,你别在街上捉失,有的皮夹为什么不把钱放在一起,钱又不多,替你理衣服的时候,东口袋一张钞票,西口袋一张邮票。 红剑道,结婚以前请朋友吃饭,我把钱搁在皮夹里,付账的时候掏出来装门面,现在皮夹子旧了,给我扔在不知什么地方了。 柔家道,讲起来可气,结婚以前我就没吃过你好好一顿饭,现在做了你老婆,别想你再请我一个人像模像样的吃了。 红剑道,今天饭请不起,我前天把这个月的钱送给父亲了,灵用还够请你吃顿点心,回头看完电影,咱们找个地方喝茶。 柔家道,今天中饭不在家里吃,你妈等咱们回去吃晚饭的,吃了点心就吃不下晚饭,东西剩下来全糟蹋了。 不要吃点心吧,啊,你瞧我多贤惠,会作家,只有你老太太还说我不管家务呢。 电影看到一半,红剑忽然打搅她的注意,低声道,我明白了,准是你妈那家伙扳的嘴,你大前天不是拆她送东西到陆家去的吗? 她早料到是这么一回事,藏在心里没说,只说,我回去问她,你千万别跟她吵,我会教训她,严走的她,找不到替工的。 像我们这种人家单位小,不打牌不请客,又出不起大工钱,用人用不牢的。 姑妈方面,我自然会解释,你这时候看电影,别去想那件事,我也不说话了,已经漏看了一段了。 等丈夫转了背,柔家盘问李妈,李妈一口否认道,我什么都没有说,只说姑爷脾气造得很。 柔家道,这就够了,警告她,以后不许。 那两天里,李妈对红剑言出另从,柔家想自己把方家种种全跟姑母谈过,幸亏她没露出来,否则红剑更要吵得天翻地覆,她最要面子。 至于自己家里的所谢,她知道红剑绝不会向方家去讲,这一点她相信得过。 自己嫁了红剑,心理商还是孙家的人,红剑娶了自己,等方家渐渐隔离了。 可见,还是女孩子好,只有自己的父母糊涂袒护着兄弟。 红剑从此不肯陪她到陆家去,柔家也不敢勉强。 她每去了回来,说起这次碰到什么人,听到什么新闻,红剑总心里作酸,觉得自己冷落在一边,就说几句话,含逢代色。 一个星期日早晨,吃完早点,柔家道,我要出去了,红剑,你许不许? 红剑道,是不是到你姑母家去? 哼,我不许你,你还不是一样去,问我干嘛,下半天去不好吗? 柔家道,来去,我有自由,给你面子问你一声,到着你拿糖做醋。 冬天日子短了,下午去,没有意思,这时候太阳好,我还要带了容线去替你接羊毛砍尖,跟他商量什么样子呢? 红剑冷笑道,当然不回来吃饭了,好容易星期日两个人中午都在家,你还要撇下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吃饭。 柔家道,哟,说得多可怜,倒像一刻离不开我似的,我在家里,你跟我有话说吗? 一个人度来度去,唉声叹气,问你有什么心事,离也不离,今天星期天,大家别吵好不好? 我去了就回来,不等他回答,回卧房换衣服去了。 他换好衣服出来,红剑坐在椅子里,抱纸遮着脸,动也不动。 他摸他头发说,为什么懒得这个样子,早晨起来,头也不梳,今天可以去理发。 我走了。 红剑不理,柔家看他一眼,没透过报纸,转身走了。 他下午一进门,就问李妈,姑爷出去没有。 李妈道,姑爷刚理了发回来,还没有到报馆去。 他上楼道,红剑,我回来了,今天爸爸兄弟还有姑父两个侄女都在,他们要拉我去买东西,我怕你等急了,所以赶早回来。 红剑意义深长地看地上的钟,又忙伸出手来看表道。 也不早了,快四点钟了。 让我想一想,早晨九点钟出去的,是不是? 我等你吃饭等到,柔家笑道,你这人不要脸,无赖,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回来吃饭的,并且我出门的时候,吩咐李妈十二点钟开饭给你吃。 不是你这只传家宝钟上十二脸,是闹钟上十二脸。 红剑无辞一顿,输了第一个回合,便改换目标道,羊毛砍尖,结好没有,我这时候要穿了出去。 柔家不耐烦道,没有结,要穿你自己去买,我没见过像你这样恶意找茬的人。 我忙了六天,就不许我半天快乐,回来准看你的脸。 红剑道,只有你六天忙,我不忙的,当然你忙了有代价,你本领大,有靠山,赚的钱比我多。 亏得我会赚几个钱,否则我真给你欺负死了。 姑妈说你欺负我,一点没有冤枉你。 红剑发狠拍桌道,那么你快去请你家庭驻外代表李老太太上来,叫她快去报告你的Auntie。 总有那一天,我自己会报告。 像你这种不尽人情的男人,世界上我想没有第二个。 他们讨你念,不上你的门,那也够了。 你还不许我去看他们,你真要我断绝六亲? 你那种孤独脾气,不应当娶我的。 只可惜,你里不会蹦出女人来,天上不会掉下个女人来,否则,到无爷无娘,最配你的疲惫。 下,老实说,我看破了你。 我孙家的人无权无势,所以讨你的烟。 你碰见了什么苏文丸,唐晓夫的父亲,你不四脚爬地去请安,我就不信。 红剑气的发颤道,你再胡说,我就打上来。 柔家瞧他,脸清耳红自知,说话过火,闭口不暇。 停一会儿,红剑道,我倒给你害得自己家里都不敢去,你办公室里天天碰见你的姑妈还不够吗? 姑妈既然这样好,你干脆去的别回来。 柔家自言自语道,她是比你对我好,我家里的人也比你家里的人好。 红剑的回答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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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瘦。 柔家道,随你去须,我家里的人比你家里的人好,我偏要常常回去,你管不住我。 红剑对太太的挚拗毫无办法,怒目注视她半天,愤然开门出去,直撞在李妈身上。 他推着她,显得摔下楼梯,一笔说,你偷听够了没有,快去扳嘴,我不怕你。 他报馆回来,柔家已经睡了,两人不讲话,明天也复如是,第三天,红剑忍不住了。 吃早饭时,把碗筷桌子打得一片响,柔家依然不睬。 红剑自忍失败,先开口道,你死了没有? 柔家道,你跟我讲话,是不是啊? 我还不死呢,偏不让你清静。 我才看你拍筷子,炖完,有多少本领施展出来。 红剑叹气道,有时候我真恨不能打你一顿。 柔家瞥他一眼道,我看动手打我的时候不远了。 这样,两人算讲了和,不过大吵架后讲了和,往往还要追算,把吵架时的话重温一遍。 男人说,我否则不会生气的,因为你说了某句话。 女人说,那么你为什么先说那句话呢? 追算不清,可能赔上小吵一次。 我说,那么你为什么先说那句话呢?